曾记忆的梦想开始在那里 却知道他伴我走到心田 多少次茫然不知向何处 多少次几乎就摸到梦的边缘 春去秋来过来一年又一年 忽然感见一道彩虹在眼前 试着试唤不敢闯进我的眼 多年梦想上线就在一瞬间 春在晴天 当灵魂梦实现 尝尝心中的梦的深夜 绽放脸上灿烂的宵夜 春在晴天 就在这一瞬间 当我们所有积极感动世界 我们都不改变 有多红阳的秋天 天空从未如此未来 我想童年的信念 一直燃烧到今天 我们都不改变 只能没有大远 把你国梦实现 帮你国梦实现 帮不住我家族的心跳 停不住我方舍不慢 存在这一瞬间 但真是如太好做世界 总是我的学年 生命从此开始改 耶 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童谣 六位当中有一位要跟我们大家说再见 不计你妈说你好 我也就说你唱得好 今天晚上这首歌你选的太棒了 还有谁比你更强 我真的觉得他真的太可爱了 他已经几乎到了肉麻的程度了 我发我儿子都没有发过 这么大杂人 天然你看游轮次来 小燕子 全是华一 太喜欢你你唱的小燕子 一切都会变光 我就完全有点像老小孩一样 你的歌唱能力其实非常好 麻糊 依旧是带定 今天所有胜出的五位选手 下一场他们要争夺的是五进四 追优手 为美生电来掌声送给乐队 掌声送给三位评审嘉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早就该拒绝我 不该放任我的追求 给我渴望的故事 留下丢不掉的名字 时间难道会空间一刻 我一生难忘的美丽回忆 越过道德的边际 我们走过爱的境界 双手幸福的昨天 不见了快乐的记忆 说谁太勇敢 说喜欢离别 只要今天 不要明天 眼睁睁看着爱从指缝 中流走 中流走 还说再见 诶 或许多地下 不愿爱的没有答案结局 如果时间好好爱恨你 我终于明白恨人不容易 爱可想事前 用手温暖我的脸 为我证明我曾诚心爱过你 爱过你 我爱过你 爱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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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想你所需 却不曾说谢谢你 只能长大 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 每次离开 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 微笑只说回去吧 整身泪湿硬币 多想和从前一样 牵你温暖手掌 可是你不在我身旁 不轻缝手去安靠 时光时光满时光 不要再让你变老了 我要用我一切 坏的岁月潮流 我是你的笑话吗 孩子为我而再起来 你是我的孩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把泪心 不要抱歉 直到感觉你的发现 有了白雪的痕迹 直到感觉你是真的 直到时间离去 为了你 我愿意 永远能够 也要看着你 直到感觉你的脚温 有了岁月的眼睛 直到肯定你是真的 直到不能呼吸 让我们心意无理 如果全世界我立刻已忘记 至少还有你 直到我请珍惜 而你在成立 这是生命的奇迹 也许全世界我立刻已忘记 只是不愿意 失去你的伤心 你找新的纸 我总记得在哪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至极望梦自重见 心灵不离意 靠海藏似的手语 伤闻到天边 多秋路四风 沙沃沧茫 难替全身摸面 这边榴阳光彩来伴 心愿到天生无忌意 忌之我忌之 望眸马封来迷茫 伤见百亿一在生肝 让一轮满地 明年这个时间 也在这个地点 太多的爱怕醉 每天疼爱再美的人 也会憔悴 我会送你红色美 你对那一生与泪相对 未来的日子让你三美 梦才会这一天 我现在在你爱里 撑着 你守护着我 撑着黑夜 我愿意这条情路相守相随 你随身归 好 谢谢 一说到情歌呀 情歌这个主题 我想的就比较狭隘 想问问三位专业人士 叶培 你能简单地跟我们大家说一说 什么叫情歌 唱给爱人的 或者是跟自己有感情的 唱给爱人的 就是爱情的吗 还有跟自己有感情的 跟自己有感情也可以包含在唱给爱人的吗 那个 我跟邻居还有感情的 不 那个是那种感情 哪种 你又想多了 你看我跟邻居的感情 他说我想多了 不是 你要跟邻居 除非我想少了 你想少了 我也觉得是 你这是一个是狭义的 一个是广义的 你可以这么讲吧 好吧 谢谢 太过庆 什么是情歌 从歌唱的角度而言 男女生对唱 那是人间最美的情歌 两人可以 没什么关系 当然 那歌是不是得有关系 对的 那还是没弄明白呀 嗯 情歌 两个人对唱就是情歌 对的 你不觉得吗 聪明人 可前 可后 可攻 可守 好 爱情的 两个人对唱的 谢谢 宋柯先生 什么是情歌 你这一 我个人理解是 这个以歌抒情的歌曲 应该都叫情歌 那要多分一句 抒的什么情 可以抒爱情啊 苦情啊 悲情啊 激情啊 都可以 那我再说得直白一点吧 并非单纯的男女之情 我觉得不单纯男女之情 好 谢谢 问这么多呢 因为今天 我们在五位选手当中 有一位选手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是四号的小朋友 他只有十一岁 好 那其实对情歌呢 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其实在我眼里啊 能在舞台上唱纯粹情歌的 其实并不多 太过庆肯定和很多女嘉宾也唱过歌 但是不见得是情歌 就是出发的是那种广义的感情 我就更加赞赏 就是夫妻俩 那个我觉得那是我能理解的情歌 我个人理解的情歌 那为了向五位选手和他们搭档 做一下情歌 情歌的示范呢 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大家喜欢的 喜爱的嘉宾 富堤生和仁静 来送给大家情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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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百年 的爱情 难不难 谁有这个发言权 从从地盖 走到笔上面 幸福足够三万六千五百天 都是1百年 的爱情 是奇观 可怎么你一定要试试看 那天一块船 其中风尽线 让我们悲成爱的眼泛 当雨未问踏上我的脸 只有你能读懂那句诺言 通上一条船 就不将任何条件 我已哭我却言 天地人一半 我们的手紧紧向前 穿过春天又走过冬天 为难受伤影着老年吧 依然相互拥抱 相互去爱 一百年的爱情难不难 谁有这个发言卷 粉红地盘走到闭上眼 幸福足够三万零千五百天 都说一百年的爱情是习惯 看我的眼泛 试试看 每天一块船 其中风尽线 让我们变成爱的眼泛 当雨未问踏上我的脸 只有你能读懂那句诺言 通上一条船 就不将任何条件 所以哭我却言 天地人一半 我们的手紧紧向前 穿过春天 穿过春天又走过冬天 虽然手伤影着老年吧 依然相互拥抱 相互去爱 当雨未问踏上我的脸 只有你能读懂那句诺言 通上一条船 就不将任何条件 所以哭我却言 天地人一半 我们的手紧紧向前 穿过春天又走过冬天 虽然手伤影着老年吧 依然相互拥抱 相互去爱 欢迎光临《非唱6加1》 最美声音的年度总决选 你们俩唱这歌 在我印象当中 这就是我理解的情歌 顾丁生你觉得什么是情歌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一般来讲两个一男一女 两个人唱情歌 多指的是这种爱情 爱情 而且词和表达的意境 还有所不同 刚才你们俩就是一百年有点难 凡事都得试试看得开 对 你上我的船 我上你的船 你上什么船 刚才是不是我上了船 上了船还不讲任何条件 说得对 我这一批船 我老想到那个脚踏两只船 好像那个船在那 你上我的船 我上你的船 是一艘船 十年修都同船度 开了一个好头 今天是我们的情歌主题 来掌声再次送给任静 副笛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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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情歌主题的比赛现在开始 来有请 第一轮的比赛呢 有请先上台的选手 简红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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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止中你的侧脸 你不再有推开是我 我熟悉的笑颜 你说永远突然消失不见 看着漆黑的房间 镜子中烛光折射球 我们的笑颜 你说永远终于成了永远 我静静看着我的心在坠落 却无法堵住你给我的缺口 如果我放手 如果我放手 你会更好过 我答应放开你的双手 如果一开始你只是在寂寞 我 后来你在我心里却放了火 我们已分开 成单独两可 我一直还是忘不了你 情有的温柔 外面喧闹的人群 外面喧闹的人群 是少我残留的柔软 如果是终点 我成全你给的离别 我静静看着我的心在坠落 我静静看着我的心在坠落 却无法堵住你给我的缺口 如果我放手 如果我放手 你会更好过 我答应放开你的双手 如果一开始你只是在寂寞 后来你在我心里却放了火 我们已分开 成单独两可 我一直还是忘不了你 情有的温柔 谢谢 谢谢 您好 简红 简红是从第一场呢 一直挺到了第五场 其实比赛有很多 包括什么嗨歌啊 经典啊 然后情歌啊 因为比赛要设置很多的 来让选手来适应 简红我想问问你理解的情歌 咱不要说音乐理论啊 你理解的情歌 什么是情歌 我所理解的情歌应该是 因为情它包括很多有友情 亲情 还有爱情 就是我觉得 只要是它里面 歌里面唱到的 有关于这些内容的 都可以叫做情歌 不一定是爱情歌曲 才叫情歌 那要这样说的话 没有一首歌它不是情歌 都是情歌 我对山唱 对 这也是 对 我对第一唱 对 所以说情歌是包罗一切的 那就看传达了什么情 像我一样展现眼的 就只喊爱情了 我展现眼的 蔡国庆 我想我对简红的表扬有很多 从你前几场的比赛一直到今天 对于我来讲 今天又让我再一次看到了你的这个机关头 像不像一个机关子 火鸡头 火鸡头 不发火 火鸡头 两人头上特有文章 一位是十一号的赵磊 他戴不同的帽子 还有一个就是简红 不同的发型 今天是这样的 明天是这样的 下一场我说有个建议 干脆赵磊的帽子给你 然后赵磊做一个什么发型 赵磊一直不脱帽子 难道他出顶化 带着这个疑问 到赵磊的时候咱看看摘了帽子的赵磊 对 那今天的这首歌我刚才还问叶培老师 我说是你的原创作品 是 是自己是的 所以 当一个选手 在比赛极关键的时候 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创作品 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值得加分的 当然我还要给你 也包括给后面的选手 要提一个小小的建议 因为我们作为 这么多年的一个歌者 上过无数的晚会 上过无数的电视节目 我切记想提醒你们有一点 当你们在认认真真歌唱的时候 无论在镜头怎么追逐着你的时候 大摇臂怎么追逐你的时候 或者说有人扛着流动的机位追逐你的时候 眼神并不一定要追着镜头走 那样容易让评委会觉得你分神 会觉得你在盯着镜头在找感觉 专注的演唱比什么都重要 所以今天的这首作品 仍然给我以很深情的打动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叶培 今天的歌又是你三百首分之一 对 我觉得其实乐团特别需要像简红这样的男歌手 就是他自己有自己的品位 然后今天的创作我觉得也很有他自己的标准 主歌副歌很清楚 并且和声并不俗套 也很容易朗朗上口 还有就是简红唱的也很好 他可以很安静的又会弹吉他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全台型的唱作型的歌手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去放大的一个优点 他可以有很多主动性 因为市场的竞争很大 我总是觉得你有一个主动性去可以 至少可以养活自己 我觉得非常好 谢谢老师 谢谢 叶培又把这个问题扩大了 扩大到整个市场 现在市场不是很大 是相当大 年轻的歌手还没有去拼的时候就死了 就大到这个程度 很残酷 能脱影而出 很容易珍惜每一次的机会 宋柯先生 其实你的创作真的不错 中规中矩 可圈可点 但是我听出了两个问题 第一呢 权力上还是没有那个勾子 就叫hook 勾人的勾子 这个还是很重要 整 这首歌反正我觉得整体来讲 还是有点可 如果平情也没关系 因为也有很安静的这种情节 但是呢 那你就得在别的地方得有了 比如你表达上 你唱的这首歌词表达上 比如说就得 歌词上有一勾子 比如说某几个字 非常是写的好 比如说欲见 就是你得有那个勾子 可惜不是你 就是你得有 歌词上得有勾子 因为你演唱上 我觉得也稍显平淡 就是感觉这个距离感 永远是在 在那样一个距离 就是没有这个所谓文字上的 这个一扬顿错里面 唱歌也有 也需要一扬顿错 我一直在过 因为你声音很好 又显歌 为什么老觉得那么 没那么强的记忆点呢 我估计应该还是在创作和演唱上 有这样的就稍显评论一些 好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看来还是关键 唱每首歌 你要抒发的是什么情感 一定要把它主打出来 你刚才唱的这首歌 描述的是什么情感呢 它歌词的内容是写爱情的 哦 好了 对了 所以说咱们不要理论 是个情那个情 我对删唱也是情 你刚才就是爱情歌 对 联想到你刚才在一开场的联唱的时候 和你一块演唱的 那位是什么人呢 那是我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歌手 也是一个创作人 认识多少年了你们两个人 我 你是问我刚跟我合作的 对啊 叫彭青 彭青 对 对啊 我跟他认识 其实不是很长时间 就半年吧 是普通朋友 对 我就问了一下 普通朋友为什么会有笑声呢 普通朋友就好 那跟你 有一位一直给你写歌的 是男的女的 男的 在现场吗 我不知道啊 叫有什么名字呢 他叫海雷 海雷 海雷 海雷在吗 哦 海雷你好 欢迎你 不不 您就坐这就行 我打个招呼就行 欢迎你光临 谢谢请坐 也是写了好几年歌 没见过面 哦 对 这是第一次见面 今天是 你俩怪不得称哥们的 发型都差不多 简红这第一轮比赛过后 是直接安全进入到下一场 还是要被三位嘉宾叫带定 再次的各位 你们决定 祝您好运 谢谢 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位选手 李泽维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 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不想泪光 我知道 我也是有声音信的尺帮 带我飞 飞过圈梦 不去想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冰花 我知道 我也是有声音信的尺帮 带我飞 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的开花 最初的年轻歌声 最初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要想 有心灵我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就飞多远吧 不去想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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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穿过去 不去想 他们拥有美丽的太阳 我看见 每天的夕阳也会有冰花 我知道 我一直有伤隐情的尺寒 在落飞 给我希望 我终于看到 所有梦想的开花 最初的年轻歌声多嘹亮 我终于偶像 用心内望不害怕 哪里会有风 就飞多远吧 隐心的尺寒 让梦后就比天长 留一个愿望 让自己想象 永哥好 好 谢谢 好 李泽维 您好 这是我们12位进入年度总决选的 年龄最小的选手 李泽维 11岁 现在听听三位评审嘉宾的意见 叶培阿姨和叶培姐姐 姐姐 对 我觉得泽维小朋友的情商很高 所以他在音乐上的表达我觉得也很好 比如刚刚这个歌的调也可能不是那么的适合你 所以在高的时候你还会用假声 听起来不是那么生死历劫 所以我觉得音乐表达跟情商还是相当有关系的 智商也不错 能把那么多词背下来 就是 其实也不见得多理解 对 隐心的翅膀还好吧 就当励志了吧 嗯 对 既然叶培你叶培姐提到这个问题了 我就想先问问你 今天是情歌的主题 你觉得什么是情歌的 情歌就是男生差给女生 或者女生差给男生的 他们两个都互相非常的喜欢 然后唱完之后 对方都会感觉到一种特别暧昧的 暧昧的感觉 这孩子跟我想的一样 我以为人家表扬你 你情商高嘛 对 嗯 是 今天这个主题呢 对李泽贝来讲有一定的难度 有点为难 实在不行了 来个隐形的翅膀吧 凤柯先生 他还真是有舞台的这个能力 还是自己还会处理很多地方 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 我上次提的建议 你回去跟你跟你家人商量没有 就是路牌端集的事 没怎么敢想 钱没找落是吧 对 我给你想想办法吧 我来想想办法 谢谢 谢谢 哎呀我就真的怕他一变声 他真就没了这声音 请富哥先生来就是干这个的 嗯 好 谢谢 泰国庆 来 还你的老习惯 叫我什么 帅哥 太好了 聪明了 告诉你 今天我坐在这儿 刚刚我们这场的比赛开始 但是你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收获 我在这儿 我替你跟中国音乐的最杰出的音乐制作人 不说他大老板 他是一个特别好的老板 爱音乐的老板 爱人才的老板 我替你跟他拉个勾好吗 他必须给你录唱片 好不好 好 来 大家坐这儿啊 刘家 你坐这儿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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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白叫 帅哥吧 你把宋科先生 推进了坑里 蔡老师又捧的又摁了一下 坚决要落实啊 因为 我想说一句话 你今天可能 有一点点紧张 可能知道比赛 已经到达到最残酷的环节了 但是 哥哥告诉你 你一点都不用紧张 我敢说一句大话 全中国11岁的小男孩 你唱得最好 谢谢 唯一啊 唯一 你叫李唯一算了 另外我再补充一点啊 就是现在世界上最当红的这个小偶像 叫加斯特·比伯 加斯特·比伯呢 实际上就是在他这个算数 大概十岁左右啊 九岁就上街头卖唱了 好像 对 然后呢 他就是有一个视频唱歌的 传到在那个网上红了 然后加斯特·比伯就被 才被唱的公司看中 所以我觉得他机会实际上也不错 我老觉得他东西 如果给人找好歌传到网上 也很多人会很惊讶 因为他唱的确实会了 对 一个十一岁的声音 一个十一岁一个少年的声音 我觉得勇哥 他的声音和他的表现力 打破了中国孩子们唱歌的过去固有的模式 我们过去认为中国孩子同声的歌唱应该是非常之清脆的 有的时候被老师教导的是非常之作作的 甚至孩子们男孩子女孩唱歌 都会让摇头晃脑的 我俩出冷道 对对对 而在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一份难得的自然 纯朴 来自上天所给予他的音乐的天赋 让他在非常六加一的舞台上 得到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展示 所以他的声音的感觉 音乐的感觉 嗓音的那种自自 如此自如的自己的调配的能力 用东北话讲老棒了 港港的 谢谢 谢谢 瞧给你表扬的 我们那时候一学唱歌就这样 咔咔咔咔 咔咔 老师画照眼的 过来 啪啪走 下一位老师 咔咔咔 红这圈 完了上台了 一个跟三毛一样 好好努力 但是大人的表扬啊 他们成功的经验 好好地吸取 是一个吸取的 对 现在说一说吧 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 简红和他的那个女搭档唱完以后 和你从后面 上了一黑衣女子 这不是你妈妈 不是 那是谁 你都唱都唱了 还不能介绍一下人家 我生于二十九岁的姐姐 姐姐 你怎么会认识这姐姐呢 就是唱歌的时候认识的 在哪 就是录音 录音 谁先跟谁搭话的 我先跟她搭话 你怎么搭话的 我说姐姐好 姐姐好才能弹 你说你要搭档一下她就来了 嗯 就来了 姐弟琴 对 为什么要在这个情歌主题当中 你选择了隐情的翅膀 谁给你选的歌 自己选 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这么小唱情歌不怎么合适 但是我觉得唱一首亲情的歌曲比较好 野心的翅膀呢 一对翅膀就像我两个爸爸 等会儿 孩子 这一对翅膀像什么 两个爸爸 你小时候童年不幸福啊 没有 一个是干爸爸 一个是亲爸爸 哦 为什么要感谢你的两个爸爸 因为两个爸爸对我 人生的道路都帮助的特别大 所以我要感谢他们 养你是亲爸 对 带你学期是干爸 嗯 他教你音乐是吗 不是 那他你干爸负责什么呢 你干爸还有能负责掉 有事吗 能啊 什么事啊 比如说来北京参加节目 喜喜算算 吃喝拉撒 所以都是干爸爸帮我 然后回到家 辽宁那边就是亲爸爸帮我 你要如果再走出国门 你还不得三个爸呀 差不多 还得一个懂外语的爸 哎呦 这干爸爸的了不得 人家那个 他为什么帮助你啊 他喜欢我呗 他有孩子吗 没有 看看 其实你也带给他的满足 嗯 对你的培养 他觉得是一种 是一种 一种有有效率的 有回报的辅助 嗯 直到你今天能站在这种舞台上 对 好吧 龙哥 你让他们两个上身性 做那么长时间 哦哦哦对 孩子怪我了哈 对不起啊 你亲爸叫什么 李展 李展 嗯 李展先生 哦 欢迎 你干爸呢 宋志峰 宋志峰先生 欢迎 你还是向你亲爸 嗯 对 谢谢二伯啊 谢谢 可以了吗 可以了 两妈没来啊 两妈 没有两个妈 你一亲妈 一干妈呀 未来人家没妈呀 啊也是哈 对啊 没来吧 没来 没来啊 那我那我我我你要求的我做到了吧 嗯 行谢谢 好 李泽伟 这一轮之后呢 是安全竞技到下一场 还是被三位评选嘉宾带定 你们决定 中间好运 来我们有请第三位选手 他的名字叫妮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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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李泽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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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满载的雨后 原来是你我 拥抱的船 在爱情的码头 忽然唱我的船 白夜黑是梦 你疏忽错过 我本心等候 你不能回头 天啊 你可愿意放我 你在何处漂流 你在和谁厮守 我的天涯和梦 要你环球 我不能回头 天啊 你要伤我多久 多么愚蠢之梦 多么爱的时光 再会迟迟哭售 这羽人满头 谢谢 你好 李宗盛 你好 李宗盛 每一次都要向大家做一下介绍 妮妮的父亲是印度人 母亲是北京人 但是她根本没有去过印度 所以说她还是一个地道道的北京人 妮妮 你觉得什么是情歌 我觉得我比较同意刚才简红说的 就是任何一种歌曲其实都可以称为情歌 但是当然它也会分爱情的或者亲情的 或者等等一系列其他情感的歌曲 情感的专注传达 对 宋柯先生 愚人码头 我觉得李宗盛的声音也是她的优势 就是很有个性 就是我们这个爱用的词叫有辨识度 就是声音很有特点 然后她唱歌也挺专注 然后我因为加上刚才开场的那首歌 我提一点小意见 就是说像这种经典的歌呢 就让作品本身说话 还不用加过多的装饰 或者是就各种吧 小转音啊 至少有你 对 让她自己去走 就很自然 然后当你情之所至的时候 可能就很自然 可能你自己那个东西就出来了 好吧 谢谢啊 好 谢谢 声音当中能够听出一个人的性格吗 声音当中 那她是什么性格 她呀 应该是开朗吧 很热情吧 你性格开朗热情吗 我有一半是这样的 她才说对了一半 一半 那就很不容易 说她还不错 来 叶培 你今天有点累是不是 对 我这两天确实不太舒服 嗓子有点累 但是累的时候表达慢歌 其实还挺好听的 挺动人的 只是刚刚 我说刚刚这首歌 不是开头的合唱那首歌 刚刚这首歌的就是 有一些地方 音有点不准 可能会让你有点紧张 因为太累了一两天 是不是 但整个那歌唱的状态 我还是觉得你的表达很好 谢谢 太过去 妮妮是北京的水土 养育的一颗来自印度洋的黑珍珠 谢谢 今天更黑了 你怎么能说这姑娘黑呢 黑珍珠有着异样的美丽 白珍珠可以说是太平常了 而一颗黑珍珠能够闪闪发亮 那真的是值得人们 所以你刚才心里不舒服 从脸上都看不出来 我看出来了 这个黑色有一点点 今天的光芒有一点点暗淡 每一天都要比赛 每一天都要唱歌 当然嗓音会是疲劳的 但是能不能作为一个更聪明的一个选手 能不能在作品的选择上 有一种巧妙的一种 在选材上的巧妙的运用 其实越是在紧张的时刻 越是在疲劳的时刻 别以为唱慢歌容易 其实歌星唱快歌 特别容易 特别容易叫什么 以快捕捉 如果今天你如果说 用一个巧妙的心思 在歌曲的选择上 选择一首稍微 更有旋律感的 更有律动感的 可能还会 你赢得更好的一种 因为今天这不是那个情歌的专场 一定要唱一首情歌 对 但唱情歌也有很多欢快律动的情歌 你刚才说了各种各样 它都是情嘛 对 不觉得非要这样 谢谢 好 谢谢 虽然每一位选手也都明白 情歌是一种很广义的 多种多样的一种情感的表达 但是往往大家都是属于凡人 看不破红尘 我们要求至少在第一轮比赛当中 尽可能贴近主题 希望如果妮妮还能留在第二轮比赛的话 可能等待她一首不一样的情歌 那妮妮是在第一轮过后 安全地进入到下一场比赛 还是要被三位嘉宾带定 你们做出决定 祝你好运 谢谢 来有请第四位选手赵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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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去的路有些黑暗 担心让你一个人走 我想是因为我不够温柔 不能放荡你的忧愁 如果这样说不出口 就把遗憾放在心中 把我的悲伤留给自己 你的美丽让你带走 从此以后我再没有 快乐起来的理由 我想我可以忍住悲伤 假装生命中没有你 从此以后我在这里 日夜等待你的消息 能不能让我 陪着你走 既然你说 留不住你 无论你在 天涯海角 是不是你偶尔会想起我 可不可以你也会想起我 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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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赵磊 您多好 赵磊是这次最美声音组织选 12位选手当中最年迈的一位 41岁 是的 来 叶培 赵磊 赵磊 这个就是赵磊的一个 一直以来延续的一个 歌唱的方式 每一次表达其实 都是在他自己的一个 固定的一个定义之上 我只是觉得今天的演唱 就是我的审美 我觉得稍微有一点点 老套 对 无论是在编排上 还是唱腔上 就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是 今后您喜爱唱歌 需要去突破的一个地方 谢谢 老套 再听听其他评委的意见 这是不是跟年龄有关系 有吗 就是前四场有可能 没暴露你这个老套 没暴露 不一定 宋柯先生 因为我也觉得很新奇 我觉得这首歌 它这么唱法 还真是没听过 就我没有听过这么 去演绎 陈生这首歌的 因为这首歌是一个民谣里的 也是一个经典作品 很好 可能得稍微操着点来 其实赵磊是有这个能力的 结果呢 他今天这个唱法呢 有点 还挺 对 就是润 有点 有点跑美通那去 对 就是美通啊 就是美声的这种通俗唱法 这个跟歌词是不是匹配 我刚才还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不过也挺有意思 挺新奇的听起来 这可能跟他的生活有关系 应该讲您说要操一点 就是说有点男人的沧桑 可是他的婚姻很兴奋 他在沧桑劲儿唱不出来 也对 他要沧桑了 他媳妇揍死他 怎么就得罪你 怎么就对你不好了 没场比赛我都陪着你 你还沧桑什么呀 关键还是个警察 这是个女警察 交警啊 河北那块那个路段 他这也不安 我没有否定的意思啊 赵雷 我觉得这种尝试都很好 我们都很愿意去 去这么想 这么听 我觉得对我们也有益处 好 谢谢 好 谢谢 蔡国庆 我们前面怎么讲来的 蔡国庆就是特别想知道 你这个帽子摘掉之后 是什么样 是什么形象 他是负责任的评委 他爸就说 我要了解这位选手 如果他摘了帽子 我要不认识他 走到路上打个招呼 这太失礼了 其实这个摘帽子没关系 但是有一点呢 就是我戴上帽子 像个歌手 不戴像个打手 一样帅 这能 那样了吧 他穿赵雷要的就这效果 戴上帽子一个样 摘了帽子你不认识赵 我先问问 那个女评委 你喜欢摘帽子的还是戴帽子的 我喜欢唱歌的时候戴帽子 回答问题的时候摘帽子 好的 其实刚才叶飞老师讲 所谓的这个老套 其实正是因为你是41岁 所以我觉得任何一个 无论你是业余的 还有像我们这样的 也是职业的歌者 歌唱歌唱演员 每一代的歌唱演员 都会有时代的那份印记 就是你的歌声当中 是由你这代人 应有的一种表现的一种 自己的风格 别说人亲说人老套 这套路挺好的 也就是说唱了这么些天 之后这么些场之后 一不小心 他的歌声暴露了年龄 暴露年龄了 暴露年龄了 其实暴露年龄也没有什么 因为每一代的歌者 我就刚才在讲了 都会给每一代的观众 留有不同的一种印记 所以当你的歌声唱完之后 果不其然 后面的很多跟你同龄的 或者说比你年龄再大一些的 叔叔阿姨那个欢呼声掌声 就特别给劲 是吧 是吧 听着他唱的这个 因为唱到你 这代人的心里那种感觉 很好 今天这首歌我就唱的是 还是有滋有味的 是你的风格 谢谢 好 好 谢谢 情歌主题 照你的理解 你觉得什么样的歌是情歌 我认为 唱歌这个人 必须得用心深情地演唱 才能说他唱出来的歌是情歌 否则再好的情歌 不用心去唱也不是情歌 那就用心地去朗诵 那就是情诗 也可以这样讲 那就用心认认真真地说话 叫情话 那我真诚地对待每一位观众 就叫情人 这也标准 用你真情地来主持的话 你就一个情吃 诗人笑我太吃癫 我笑诗人什么都懂 介绍一下和你一开始唱歌的 这是你夫人 这是我老婆 老婆叫什么名字在这 赵永慧 赵永慧 交通景观 每场比赛 她媳妇都在 你好 她请假了给单位 专门陪她老公来这个 参加比赛 是的 你在阐述了刚才的你的歌声当中 你是不是娶了她之后 你就没了幸福了 你就不快乐了 你歌资格这样唱的 这首歌不是唱给她听的 你还高兴吗 就是你老公有这样的胸怀也行 就是在外面阔气点 回家怂点 都可以 那赵磊 赵磊这一节过后 是大家投票 他安全进入到下一场比赛 还是被三位评审嘉宾带定 你们决定 祝你好运 来第一轮的最后一位选手 有请张胜起 想问前 你在哪里 我想问问我自己 一开始我聪明 一开始我聪明 结束我聪明 聪明的几乎都毁掉了我自己 我聪明 像万千万大地 我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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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地拼凿 慢慢地拼凿 拼凿 像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地拼凿 慢慢地拼凿 我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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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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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地拼凿 拼凿 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你也不必坚强再说爱我 反正我的灵魂一片片凋落 慢慢地拼凿 慢慢地拼凿 拼凿 成一个完全不属于真正的我 我不愿再放松 我不愿泪尽 每夜每秒漂流 也不愿再多闻 再多数 再多求 我的梦 好 你好张盛奇 兄哥你好 来听听三位 听起来的家宾 对你存活的意见 太过去 问天问自 问地问自己 今天我想问问你 这首歌 为什么唱得如此动静 我也觉得他今天状态 不太 不太一样 因为 听到你这几场比赛下来 听到你唱 一直都唱很深情的歌 很想 让人撩拨人情感的歌 而在今天 我刚才听到你那首歌 我闭了一下眼睛 我想更深的能够体会到 你歌声中所传达的那份情感 那份情感 是让我感到一种心动 觉得这首歌 虽然我听过很多很多遍 我听过很多别的 不同的歌手都唱 但是我马上想到 今天这首歌 你唱的时候 别有一番滋味在行头 又动心 又温暖 还适度 非常好 好 谢谢 从柯先生 这首唱的会儿 是就我说的 让作品自己 让作品去说话 然后自己就顺着 这个作品的那个脉络 就把这个情感 我觉得表达的很充分 我就不再夸你 因为那个蔡老师 已经夸的 把你夸的很好 反正我觉得就是 拿捏的分寸感特别好 好 谢谢 叶培 歌选得好 适合符合你的气质 然后整个的表达 也非常的规整 然后情绪 在饱满的时候 也能够突出 就是之前我们说过 你有的时候唱歌 过于冷静 今天也能够 时不时的出来一下 所以今天 整个的那个线条 是非常在情绪里面的 谢谢 谢谢 情歌主题 张盛行 你觉得什么叫情歌 我刚才觉得 那个蔡国庆老师 说的特别好 就是唱此情此情 当下的心情 出来的那种情感 就是情歌 那这个一开场 和你一块 唱歌的那个女孩子 你认识吗 认识啊 你认识啊 其实当然是 认识多长时间了呢 应该很多年了 太多年了 应该我们 一起来北京的这样 他叫什么名字 叫宇童 宇童 对 宇童 在吧 宇童 宇童在 你好 你好 五官长得真好 那么紧透 好 今天好像 大家都觉得 其实也都深刻地 感觉到了 张盛行 他唱歌的状态 确实是 与以往不同 不是说你今天是好 还是不好 与往不同 是不是因为 你要有所表达 情感的对象在现场 没错 是 今天我特别特别地荣幸 也特别开心 我的恩师 王老师来到现场 其实 我刚才跟宇童唱的那首 你最珍贵 是送给王老师的 因为在我们的心目当中 王老师永远是最珍贵的 王明奇先生 资深的音乐人 欢迎您 王明奇先生 我也想冒昧地问您一句 您给我们简单说说 什么是情歌 其实在歌曲来讲 情歌就是爱情歌曲 不管是对祖国情 母亲情 父子情 兄弟情 这都是情 但是它不能算情歌 是用深情表达的歌曲 唯独能叫情歌的 就是要表达自己 爱之情的叫 对 我是这么理解的 不见得对 咱们俩都是代表个人观点吧 谢谢您 谢谢 好的 谢谢 那第一轮比赛过后 张胜奇是安全地进入到 下一场比赛 还是被三位评审嘉宾带定 你们决定 祝您好运 来 有请五位选手 好 那我们今天 非常六加一 完美声音的 对美声音的七场比赛 今天已经到了第五场了 刚才泰国庆先生也谈到了 每位选手会更加紧张 因为第七场呢 就是收官之作了 第七场呢 我们要按照票数的多少 来评价出 也就是在他们当中产生 谁是第一名 第一名呢 将获得 非常六加一 最美声音提供的奖品 价值三万元 好 现在 五位选手 依次演唱完毕之后 三位评审嘉宾的意见 对你们来讲 仅作为参考 拿出你们的选择 这一轮比赛 这一轮比赛 有一位选手 票数最高的选手 大家最喜欢的选手 安全进入到第六场 下一场比赛 还有一位选手 有三位 演评嘉宾呢 评审嘉宾要带定 请选 则 二号简红 四号李泽为 九号妮妮 十一号赵磊 十二号张盛起 大哥你戴着墨镜 这能看得清楚吗 对啊 大家投票 最喜欢哪个号码 就投他一票 票数最高的 将安全进入到 下一场比赛 来 投票完毕的 请举手示意我 谢谢 请大声告诉我 你们为几号投票了 四号 二号 三号 哪有三号 十一号 十一您就这样 十一号 十二号 四号 好谢谢 谢谢 那在我们的 第一轮的比赛 晋级的 直接晋级的 这位选手 公布之前呢 我们先来听 一男一女 给大家送上的 好听的情歌 他们也是在 2011年 《非诚勿扰》 最美声音 被大家所熟悉的 安女奇兵 我计可 afternoon awakening